酒和摊的搭配是怎么回事 我想到男人打领带两个原则 一般说起来打领带是或者大反差 或者是靠色 如果不是大反差一定是靠色 如果你线约当者之间可能就不那么好看 那么酒和摊的搭配原则是一定不能大反差 一定要相得益彰 协调乃是相得益彰 大的原则说起来很有简单的东西 就是说红酒配红肉 白酒配白肉 这是我们最简单的说法 凡是颜色发红的肉都是用红酒配 凡是颜色是白的肉 包括海鲜都是用白酒配 但这些原则也不是绝对的 配酒配餐有原则 但是个人也有自己的喜好 也有很多人就喜欢用红酒配所有的东西 我觉得也不错 也非常好 也有的人用白酒配一些通常是用红酒配的东西 比如说奶酪 用白酒来配 有的也不错 也挺好 这里边还要讲到一个特别的东西 就是中餐配酒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所以大家在酒配餐这个上 一定不能够没守常规 一定要有自己的想象力 有自己的发挥 为什么呢 因为西餐一般而言 大家就知道 头盘 主菜 甜点 三样 你用找到一种酒 来配这三样 还有可能 当然比较讲究的是你头盘喝一种 主菜喝另一种 甜点喝另外一种 是吧 配三种酒 但即便说你不那么讲究 你想把三种菜 三种不同时间上的菜 用一种酒来配 还是可能的 是吧 因为病情只有三种而已 但对于中餐而言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中餐一顿饭 十个人坐在一桌子上 十个菜 十五个菜 你可能这风味完全相差 千家万别 你可能有香酥鸭 你还有一个香辣鸡丁 然后还有一个古老肉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什么蒸鱼 软炸虾等等 味道完全不同 你用一种酒 去配所有这些不同的菜 有酸的 有辣的 有甜的 有咸的 几乎是不可能的 或者说 你配酒本身 就是不是那么特别的 特别的强调 你把它配酒不当回事 是吧 所以我觉得呢 对中餐而言 喝红铺色酒也好 白铺色酒也好 这个起泡酒也好 还是这个 蒸鱼酒也好 一定要注意一个原则 就是你自己是不是喜欢 如果你自己搭配 是比较和谐的 你认为搭配是比较和谐的 你就认为 你就应该挺好 因为不可能把一种酒 把中餐所有的这个餐 全搭配上 是吧 或者要不然就是 有比较简单的方法 有人说 就用烈酒 用这个蒸铺酒 42度 那就跟喝白酒差不多 它只要酒足够的烈 有足够的酒中度 它会把所有的味道 全都给掉 是吧 这是可以的 但是这样的话 你不就失去了 喝红葡萄酒 喝白葡萄酒的乐趣了吗 是不是 所以我认为 这个酒配三这个原则 在配中餐的时候 千万不能强调过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っか